来看一下刚才那个我们干不过他的盘斯啊 他为什么这么猛 因为他带着全身的80级灵士啊 伤害速度加封印 为什么要加伤害加速度呢 速度加封印伤害是为了平凯用吗 超级简易伤害速度加封印啊 这是盘斯的超级简易武装也能用 灵士的话80级右边的灵士超级简易 双法防御格党啊 极限抗性 但是价格又比较低啊 双抗封双法防御格党 他的法术防御 刚才咱们的虚米秒他200多写 是因为他的法防有1170 帽子的话无级别永不磨损 加笑里仓刀 腰带的话水清无级别加暴怒 鞋子的话15段的无级别 放下屠刀无级别 盘斯15段的无级别 武器高伤的加耐的无级别 盘斯带着超级简易的灵士以后 伤害1419级 然后还能平凯 刚才他有一只宝宝特别的秀啊 灵刃带锥机的 实际能善恶 资指爆炸的鸟人 四技能雷鸟人啊 四技能雷鸟人 连击感知神幼加毒啊 六四技能四技能四技能啊 四技能雷鸟人一个可以啊 这种书的就算是心服口服了 是吧 这也算是正常 他的宝宝更有花招 更有套路 我突然感觉这个区的69级 那才挺好玩的啊 四技能高连宝宝 虚迷根本就冲不掉 我靠四技三吸避雷啊 三吸避雷 刚才那只雷两人16技能 我操 好传统虚迷 哦 这只就是刚才一回合的给咱们KO的那个零 顺机的宝宝啊 顺机的宝宝 这只是啥玩意啊 1685的顺机 顺机 顺机壁垒啊 鸟人啊 哦 这个区内台69级还挺有意思的啊 挺有意思的 他这个盘斯 有人能干他吗 物理技术肯定干不过了 我感觉啊 嗯